Microbit的Python编辑器 在Microbit官网里面选择Let's Go 里面有JavaScript,有Python,两个编辑器 那你选择Let's Go 那这个Python编辑器也不是说不好 而是它的编辑器就只有英文的 上传下载,然后简单 这相当简单 那这会造成如果你是国小的学生 英文程度不够的时候 这有相当大的麻烦 那后来我在网路上找到一个有中文的编辑器 不过它有简体字型 它多了一个积木的按钮 这边有简体字型 虽然是简体字 但是就是总比英文好多了 英文好多了 那你可以看程式码的片段 看原始码 那后来终于看到 蔡佳伦老师在宝泰树林国小做了一个网站 完全是繁体中文的 这个是 这就更方便让你用 使用寄木式的方式 又看到繁体中文 来编辑这个程式语言 你可以下载这个 你看它还是下载成 microbit.hes 它的网址是163.20.14.19 冒号8000 它是使用8000Pol来编辑 来提供大家服务 所以你想使用Python的积木语法 来做microbit的编辑 可以考虑用这个 再讲一次163.20.174.19 冒号8000 这个紧字号可以不用打 原则上它就会进来这里 那出来的积木就全部是中文 方便你进行Python的教学或者是 积木跟Python互相切换 两个互相切换的一个语法的一个做法 这是更进阶了 更进阶 除了前面使用积木式的 然后你要看到文字 程式的文字语法的时候 可以用 那这边使用的是Python的语法 Python的语法去做 所以microbit它支援不同的程式语言的编辑器 但是它最后 它所采用的方式都是使用.hes 这种方式把它烧录到硬体去 然后去运作 那如果你想要用结合Squatch 那你就必须采用之前讲的中介程式 BDesign的那个中介程式 或者未来应该有不少人会写相关的中介程式 让Squatch跟microbit可以互相结合 那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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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多了